大家好,我是天狼 月季的种植家庭用途 一直是发与我们比较纠结的问题 各种配方,各种说法 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的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原料 还有我们的专用途,通用途 包括我们做一些配比 然后我们做下对比实验 用同样的品种,大小一样的苗 然后用一样的盆 我们来把这个对比实验给做了 那么现在开始动手 这是通用途 挖出来一些 我们这个实验我做了这样几组 第一组就是我们常用的泥碳 然后泥碳里面加上20%的珍珠眼 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用途配方 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用烟 那细椰康还是加上20%的蜘蛛眼 其他的不要 我们再来做一个配方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通用途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通用途做一个配方 第四个是我们天狼乐器的专用途 是我们栽培用的专用途 那么第五个 因为我们的通用途里面 块状结构比较少 我拿了我的通用途 再加上一些椰块 我们来做一下看看我的椰块 含量增多了 会对根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了 因为我们这里都没有肥 我再还有一盘二绿肥 我按照相同的比例给它拌进去 好 下面我们开始动手操作 那么我们先用泥碳 这是个泥碳 我们大约加入20%的珍珠盐 差不多这些搅拌 其实20%的珍珠盐 珍珠盐的体量就已经很大了 然后我们肥料呢 这一盘 差不多这么多 就可以了 再多了不行了 我这个珍珠盐颗粒是比较大的 再苗 苗子 我这个珍珠盐比较多 我这个泥碳也都是块的 大家刚才可以看到了 我这个泥碳 它不是颗粒的 都是块状的泥碳 一颗 这个是椰康 这个是椰康 大约加了20%的珍珠盐 椰康加珍珠盐 还是白花花的 肥料 还是这么多的肥料 这个都是细椰康 继续种苗 苗尽量找大小一致的 刚才土拔散的苗仔也不要 这样公平一点 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自己用的大苗土 因为我们自己用的 为了节约成本 里面加上了松林 那么里面也有一定量的珍珠眼 当然了 这个我们测试如果配方好的话 我不介意把我们的大苗土以后更改配方 这里面还有木纤维 好 又完成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通用土 还是这些肥料 加进去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没有肥肯定是不行的 这两个通用土 这个是通用土 我们在汪里面加入个10%左右的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不止10% 加了等于将近20% 再抓一点将近20%吧 大概 来点肥料 还是这些肥料 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种完了 叶康两盆 这个是什么通用土 通用土两盆 钻用土两盆 通用土加叶块两盆 泥炭加珍珠盐两盆 那么我们一会浇上水 我们就在同样一个环境 同样的管理方式 我们来测试一下 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